冬午節前夕一連好幾波的大雨連帶 影響了芒果還有玉荷包的產量 價格也調漲了 漲幅至少都是四五成起跳 連帶也影響到了芒果冰品業者 有老闆說平時他們專攻學生族群 所以也不敢調漲 好在端午連假最後一天天氣很好 也已經連帶衝高兩到三成 淡黃色冰磚跑出輕盈水綿冰 當季香甜芒果用料實在鋪滿盤底 最後淋上布蕾奶霜跟煉乳 選用當令水果還有西瓜這款 尤其消沉小圓酬造型 西巾又好拍 加上溫度飆高 不少人來這一晚超解熱 我們剛剛去天母爬山 對 然後走下來很熱 對 然後剛剛走走走 看到這邊有一家 我覺得看起來很讚 很好吃 營養也很讚 體驗一下在這邊 就一直直接也是燜得很久 店內人潮滿滿 甚至得稍稍後衛 老闆娘說有這樣的生意好欣慰 畢竟先前疫情下生意不好做 這端午連假三天天氣比較好 可能大家想說那就趁著好天氣出來 所以我們有成長了大概兩三成左右 但畢竟是小本生意吃穿都得看老天 前陣子依然好幾波大雨 店內主力商品芒果價格居高不下 今年的芒果比往年的話 至少也都是有漲滿多的 主要客群是以年輕消費族群 所以我們也沒有因為這次的原物料調漲 而去調整我們的價格 劇烈天氣導致芒果難濁花產量剩一半 台南預警才要進入盛產期 批發價從端午前一週產地 美金約四十元 端午前一天漲到四十八塊 農民直呼不合理 更何況來到市場價 美金少說高達一百二十元 無毒有偶 玉盒包價格同樣下人 連日降雨產量剩兩到三成 產地價抓美金一百二到一百五十元 市價恐怕衝破三百元 漲了快一倍 做吃的不利多銷 但只要物價一漲 哪時連水果都變得如此不親民 接著全影響 端午前台北參謀道